你好,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,这就是今天的新闻,谭松韵又一股装剧将席,搭档男主颜值超高,同样是蒙面女神,谭松韵惊艳,赵丽颖清冷,迹象风而行后,谭松韵又一股装剧将席,搭档男主颜值超高,说到谭松韵,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,长相甜美可爱,并且演技也是很不错的,出道多年,饰演过不少的作品,也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经典的角色。 比如,最近和王凯主演的相风而行,就是很不错的,阵容强大,看点十足,谭松韵也凭借助高颜值和出色的演技,圈粉无数,如今,这部剧收官之后,谭松韵又一股装新剧即将来袭,并且搭档的男主高颜值,真的是很值得期待的,这部剧就是四海众名。 该剧改编自一代学的小说《我有三个龙傲天竹马》,最新种田的元气少女,男言未救母亲,踏入仙徒,却因差阳错的,与隐藏身份的帝君姬羊种下了地结姻缘的童心锁。 她嫌她高冷矫情,装腔作势,她烦她乌后种菜,门前养鸡,一个盗骨先锋,一个人间烟火,在追查母亲心及真相的过程中,不慎卷入仙界最大的阴谋,谭松韵饰演的女主,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,到心怀天下的大女主。 这样的设定对于谭松韵来说,相信是可以轻松驾驭的,知道了女主,大家对男主都是很好奇的,网传男主是吴磊出演。 吴磊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,都是很不错的,并且古装扮相好看,之前就出演过不少古装作品,观众还是很看好的。 吴磊和谭松韵虽然有年龄差,但是看上去毫无为何感,并且两人也是继旋风少女之后再次合作,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 另外,这部剧还有王佑硕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,阵容强大,看点十足,作为一部仙侠古装剧,还有虐恋,阴谋等元素,真的是很值得期待的。 总的来说,谭松韵主演四海众鸣还是很不错的,相信在播出之后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,大家期待吗? 02,同样是蒙面女神,谭松韵惊艳,赵丽颖清冷,看到居静衣,没搞错。 相信生活中有很多人都喜欢看一些电视剧来消磨自己无聊的时间,在影视剧中有很多的蒙面女神,那么就让我们来一下有哪些女星上榜了。 首先来看的是谭松韵了,这是她在锦衣之下的造型,可以看出她穿着红色的衣服,油松面纱十分的华丽,上面还有一些宝石装饰品。 整个人看起来真的是贵气十足,不得不说这样的,谭松韵面纱的模样很是敬艳了。 接下来就是赵丽颖了,这是她在鼠山战绩中的造型,她脸上戴了一个黑色蕾丝的面纱,遮住了自己的脸庞,而且脸上的妆容还是比较惊艳的,整个造型看起来非常的清冷美丽。 接下来就是唐淹了,这是她在仙剑奇侠船中饰演子萱造型了,可以看到她脸上戴着一层紫色的青纱,露出来她温柔的大眼睛,看起来真的是十分撩人。 最后要看的就是居静依了,这是她在芸汐船中的造型之一,她脸上只戴了一个白色的面纱,而且这个面纱看起来很是简陋的,也是比较随意型,不过还好居静依的颜值比较高,也是能扛得住这个面纱的,不过这个造型是认真的吗? Zither Harp 爱情盛开成花朵 靠你肩膀另一幅说 看着漫天星星闪烁 我是多么的幸福快乐 风水花儿已凋落 不见你人无限寂寞 心和夜里窗角蜷缩 你为何变得无情冷漠 你住进我的心窝 你住进我的心窝 想死你住进我的心窝 你住进我的心窝 你住进我的心窝 风水花儿 风水花儿已凋落 你住进我的心窝 你住进我的心窝 没有你住进我的心窝 你住进我的心窝 你住进我的心窝 没有你住进我的心窝 你住进我的心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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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